4月15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文告 李显龙总理将于5月15日协任 正式将监处了20年的总理重任 交到了第四代领导人黄循才主任 回顾李显龙总理的冲冲生涯 他将成年后的全部时光 都义无犯触地奔现给新加坡 直至工程军会 1952年2月10日 李显龙出生于新加坡主角富有医院 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 与妻子柯宇志的长子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中的描述 李显龙自有聪慧 5岁就学会了找疑问 1963年开始便经常跟随父亲参与群众大会 1970年 李显龙获得总统奖学金 及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奖学金 并受到时任新加坡总统尤索夫的接见 1971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攻读数学 并于1973年荣获申兰格勒头衔 即剑桥大学数学系第一名 1974年荣获数学一等荣誉 及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文凭 对于李显龙总理剑桥留学 及决定从政的这段历史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 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 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容易学位考试后 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全他重新考虑 是否要回国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 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 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 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 颁给显龙时 曾提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 所写的一封信 信中说显龙比排名第二的一等考生 考取得多50%的A等分数 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 并不曾有过特出学生 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 有这样差距的记录 后来我在他的毕业典礼上 碰到这位导师 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月 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 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 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 他都不会在这个领域发展 稍后我要求这位导师 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 内容如下 现在让我说明 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 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 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 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份 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事情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坡 也要留在新加坡 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 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 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也许像英国那么大的发达国家 没有什么贡献 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在新加坡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当然那不表示我需要从政 作为公共服务或武装部队的一个重要成员 已足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好可坏 我宁愿选择办事 而同时可能被别人咒骂 这总比只能咒骂他人 而自己却无法办事来得好 当时显龙只不过20岁 却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也懂得自己该履行哪一方面的义务 学成归来的李显龙 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先后历任第32跑兵营营长 陆军参谋长 三军联合作战和计划司司长 1983年7月成为新加坡历史上最年轻的准将 1984年 李显龙离开军队进入政坛 在32岁的年纪当选国会议员 并在大选后被委任为贸工部及国防部政务部长 之后历任金融管理局主席 财政部长副总理 2004年8月12日 李显龙从无作动手中接任总理一职 正式开启了新加坡的李显龙时代 如今李显龙总理宣布交报 回首50多年前 在剑桥大学深思熟虑的那位青色少年 他穷极一生 践行了当初的选择 而当他决定功成身退时 已是年过七旬的百发老人 无论后世如何评述这段属于新加坡的李显龙时代 活在这个时代的许多新加坡人 还是会有衷地说一句 谢谢你 李显龙总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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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